原标题 生活艰苦 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这些时候 是那些为民族挺身而出的英雄 解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他们之间有男有女 有的是明面上的工作 有的则是深入敌人内部当间谍 为我们的军队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 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 他们都是为国家勇敢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有一个抗日女英雄 陈康荣 深深地值得我们敬佩 当时她是一名学校的教师 她便用自己的才华创作成歌曲 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抵抗日本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 也因为工作需要 她被安排回到自己的家乡 此后 她便开始了地下工作 白天给自己的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 没有课时后 陈康荣就带着和她一样的爱国人 是 教导他们那些思想 希望自己能够尽一点绵薄之力 唤醒更多的中国人的血腥 一起起来反抗日 还教给学生 传唱一些抵抗日本的歌曲 可惜 自古优秀之人多坎坷 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 他遭到出卖 不幸被捕 被捕的时候 他把准备写好的情报 放进嘴里 吞进肚子里 敌人想要从他的口中 获得有用消息 但是他死都不松口 甚至要求对方在他的白手书上 写一句 青春假无比 团聚何须题 为了身正义 何去包虫皮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日本人 于是日本人脱去他的衣服 用鞭子打了他三天三夜 最后打得他身上一块完整的皮肤都没有 然而陈康荣却没有透露一个字 就这样 这些残忍的日本人 活生生地剥了他的皮 他就此牺牲 他牺牲的时候才二十五岁 我们现在的生活 都是都是这些英雄用斗争和牺牲换来的 我们应该勇记这悲痛的历史 目望英烈 目望耻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